我们在之前几集介绍过 有自闭特色小朋友的特殊需要 和生活中面对的困难 除了为他们提供训练 改善他们的社交和沟通技巧外 我们也要令他们身边的人了解和接纳 才可以促进社会共融 星仔很紧张输赢 不能接受自己在游戏或比赛输 甚至会哭和发脾气大叫 不容易平静下来 经过两年的训练 星仔已经有很大进步 但意识到自己将会输的时候 仍然会表现不安 有一次 星仔和同学一起玩纸牌游戏 星仔觉得自己会输 不停地自言自语 我不想输 我很差 我不想输 我很差 我不想输 我很差 星仔的同学知道他怕输 记得老师之前用过的方法 就开始安慰他 不要紧的 玩游戏最紧要一起玩得开心 输赢也不是问题 对 我常常都输 但是我依然很享受和你们一起玩 玩游戏当然有输有赢 真是无所谓 星仔想通了 比起输赢 我更享受和朋友一起玩的时间 星仔在同学的鼓励下 终于能够克服怕输的心理 大家开开心心地玩游戏 有自闭特色小朋友 和一般人不同的行为表现和执着 有时会令人废解 经过学校营造一般学生 和有自闭特色学生一起参与的活动 在老师和教职员的协助下 星仔的同学很明白星仔的难处 亦懂得欣赏她的优点 和努力冲破自身障碍的毅力 所以他们可以融合相处 成为好朋友 除了学校和老师配合 家长也可以用积极和正面的态度 鼓励和协助子女参与社交活动 让他们有正面的经验 建立友谊 蔡马会起伴同行计划 自2015年推行以来 成校被受政府、学校和家长肯定 我们很高兴教育局已经宣布 会将起伴同行计划的 校本支援服务常规化 让更多自闭特色学童受惠 此外 本计划也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 将亲子技巧训练课程引入本港 进一步与世界接轨 我们希望藉此机会 感谢各持分者一直不懈努力 令香港变成一个 对有自闭特色人士更有爱的地方 期望我们在未来继续同心协力 一起建构更美好的共融社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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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